日月坛红茶文化祭活动 日前在象山游客中心隆重登场 副县长陈振生与行政院长苏贞昌 一起颁赠县长贺扁 表扬台茶18号庄荣蒲 大业总董安柔两位特等奖得主 众人也一起将四大类冠军茶 封存入英歌制的陶翁茶舱内 启动日月坛红茶文化祭活动 带动红茶行销的高潮 一世是热闹隆重 一年一度的日月坛红茶文化祭活动 吸引来自各地游客前来品茶 找茶 买好茶 交易相当惹落 副县长陈振生指出 于是乡是红茶故乡 县府多年来与日馆处 接触携手随促工作 办理日月坛红茶文化祭 内容不断创新 在采贾上的指导下 不断有新品种的红茶推出 并利用红茶剂向国人推荐 县府对书院长特别大赏 为日月坛红茶推广加持 代表茶隆表达感谢之意 日月坛衣食箱红茶的发源地 那我们了解红茶文化祭 其实也办了好几年了 那每一年的规模越来越大 甚至于内容也一直在翻新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政宴的实验长 还有农委会陈志伟专程来到这里 因为我们为我们打包票 因为我们为我们促销 当然希望这些活动 未来越来越紧密 甚至于活动越来越精实 那我们期望红茶文化祭的活动 能获得社会大众的喜爱 甚至于产生一些产销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里祝福 也要特别感谢农会系统 以及先农会在政总干事 领导之下所创造出来的业绩 在这里特别表达感谢之意 苏正常院长表示 于是相由好山好水 而日月坛红茶文明十届 茶龙用心培育制作的红茶 都是最好的红茶 坚心推进 为了中央会用行动 行销日月坛红茶 并由农委会辅导 补助农民 提升生产管理 及制茶起诉 照顾农民生计 今天我一大早诚心诚意 坐飞机赶车子到鱼池香来 就是要和大家一起 喝一杯鼎鼎有名 文明世界 我们鱼池香 我们日月坛的红茶 无论它是红玉红玉 都是好茶 无论它红 哪一位农民手中生产 都扬明全世界 各位可能不知道 大家到日月坛 是因为日月坛好风光 但如果能再喝杯好茶 那你就知道 那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 喝点力 除了人才 地零人节东西好 许日伟及都立委 也同声肯定中央 地方联手行销 日月坛黄茶 许日伟表示 中央不仅止于 融会及行销补足方面 希望也能运用 日月坛优质的观光旅游优势 投入经费及支援 创造日月坛的新价值 未来也会协助地方 向中央争取更多经费 建设地方 带动地方产业 同步发展 记者乡心服 与此采访报导